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2019年在德国被谷歌搜索最多的词条 离费卡失踪案 这是我们第一次讲德国的事件 因为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德文的 那我不懂德文都是靠在软件翻译 以及非常少的几条英文视频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案件的细节是不够准确的 如果有懂德文的小伙伴 欢迎私信或者是给我发邮件 屏幕下方就是我的邮箱地址 让我们一起对案件做一些补充说明 另外我想找一些会外语的小伙伴 加入我们为你调查 来兼职做一些信息搜集和翻译的工作 因为有些事件我很想分享给大家 但是因为语言问题力不从心 有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私信或者是给我发邮件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离贝卡失踪案 15岁的离贝卡罗医师 和父母住在德国的柏林 离贝卡和一般青春期的女孩一样 喜欢用IG 喜欢玩TikTok 喜欢追星 她是韩国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BTS的忠实粉丝 房间里面贴满了BTS的海报 收藏了BTS的纪念周边等等 在BTS的粉丝社区里面也非常的活跃 离贝卡喜欢在房间里面跳BTS的歌 并且把视频传到TikTok上 她的IG账号上也有两三万的粉丝了 2019年2月17日周日 离贝卡去了姐姐杰西卡家 杰西卡27岁 家里还有丈夫弗洛里安和一个三四岁的女儿 离贝卡周末的时候 经常会来姐姐家和小外甥女一起玩 并且在这里过夜 当天晚上11点左右 姐妹俩就睡觉了 杰西卡睡在一楼的主卧 离贝卡就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姐夫弗洛里安是一家酒店餐厅的厨师 她在外面参加同事间的聚会还没有回家 一直到凌晨5点45分 弗洛里安才回到家 第二天2月18号早上7点左右 杰西卡带着女儿出门了 她先送女儿去了托儿所 然后再去上班 几分钟之后 离贝卡的妈妈打电话给离贝卡 这天是周一 离贝卡得去上学了 妈妈打电话来问她起床了没有 但是几通电话都转到了语音信箱 妈妈想着也许是因为离贝卡的手机没电了 于是就打给了杰西卡 但是这个时候杰西卡已经出门了 7点15分 杰西卡打电话给在家的丈夫弗洛里安 弗洛里安说 没有看见离贝卡在客厅 她应该是已经出门去学校了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 8点25分 离贝卡的妈妈还是放心不下 就打电话给弗洛里安 第一个电话弗洛里安没有接 第二个电话接了 她说她已经告诉杰西卡了 离贝卡应该是去学校了 20分钟之后 8点45分 离贝卡的妈妈给离贝卡发送了一条 WhatsApp信息 WhatsApp是一款聊天工具 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LINE这种 WhatsApp会显示消息是否成功发送 是否发送到了对方的手机 以及对方是否读了你的信息 离贝卡妈妈发送过去的这条信息 显示是已经发送到了对方的手机 但是对方没有读信息 这说明在8点45分 离贝卡的手机是开机的 如果是关机的话 是不会成功发送到对方手机上的 但是WhatsApp是可以关闭已读回职的功能 所以这个未读状态 不知道是离贝卡关闭了功能 还是真的没有被读 到了晚上 离贝卡还是没有回家 学校打电话到家里面来说 离贝卡那天没有去上学 难道离贝卡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吗 警方接到报警是立即行动了 还是和我们讲过的很多案件一样 对于青春期孩子失踪 一开始都是不重视态度 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 警方搜查了杰西卡的家 也公布了离贝卡的一张照片 希望公众能够帮忙寻找 而这张照片是警方和离贝卡家人的第一个争执点 这张照片是离贝卡的埃及头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照片被严重的美化过了 而且还加了很重的滤镜 可以说和离贝卡原本的面貌相去甚远 离贝卡的家人认为 如果大家都照着这样一张照片去找人的话 永远都找不到离贝卡 家人说他们给了警方一些照片 包括了离贝卡没有化妆的 还有化过了妆 但是没有批过的图 而警方居然选了这么一张图 真的不知道警方在想什么 但是警方的回应是 家人所提供的其他照片都太小或者是太模糊了 他们想尽快地找到离贝卡 所以也等不及家人再去找别的清晰的照片了 离贝卡当天去姐姐家的时候 拿了一个Vance的书包 一件毛茸茸的粉色外套 一块紫色的抓绒的毯子 他的手机 以及一个拍立德相机 和一件BTS的纪念卫衣 这些东西也同离贝卡一起消失了 2月23号 也就是离贝卡失踪5天之后 警方突然宣布 这起事件从单纯的失踪案 升级为了谋杀案 原因没有说明 2月27号 警方仔细调查了离贝卡的上学路线 从杰西卡家出来 离贝卡要先去一个公交站 然后坐公交车直接到学校 路程大约是20分钟 但是警方沿路没有发现 离贝卡的任何东西 以及线索 2月28号 离贝卡的姐夫 弗洛里安被逮捕了 因为弗洛里安之前的说法 和警方调查到的情况 完全不符合 而且他几次改变自己的说辞 警方就怀疑 他和离贝卡的突然失踪 是有关系的 弗洛里安说 自己5点45分到家后太困了 就直接去睡觉了 但是警方发现 弗洛里安到家之后 手机连上了家里面的路由器 在手机上浏览了几个色情网站 还看了色情片 还和别人发了一会儿信息 而那个时间点 离贝卡的手机 也连接着家里面的路由器 他也在使用手机 7点15分 弗洛里安电话里跟杰西卡说 离贝卡不在家 但其实那个时候 离贝卡还在家 因为警方调查后发现 7点46分 离贝卡的手机 还连着家里面的路由器 还登录了WhatsApp 给朋友发了一个自拍照 照片里面 他穿着BTS的那件纪念卫衣 装发齐全 看起来好像要出门 朋友是回复了消息 但是没有收到 离贝卡的回复 注意啊 弗洛里安和离贝卡 是单独在家里面 一段时间的 两人都在家 两人都醒着 弗洛里安 为什么说离贝卡不在家呢 难道是弗洛里安 没有看到离贝卡 比如弗洛里安在卧室 离贝卡在卫生间 3月1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弗洛里安被释放了 而在弗洛里安被逮捕期间 离贝卡家人 突然变得活跃了起来 离贝卡失踪之后 家人们并没有公开在媒体 或者是网络上寻求帮助 也没有怎么路过面 但是弗洛里安一被逮捕 家人们就开始 频繁地接受采访 在公众面前发声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状态 说他们百分百相信 和支持弗洛里安 弗洛里安不会伤害 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还说因为警方把怀疑 都放在弗洛里安头上 这样会错失真相的调查 不过警方这头呢 还是继续调查 深挖弗洛里安和失踪案的关系 三天之后 2019年3月4号 警方以紧急谋杀嫌犯的罪名 逮捕了弗洛里安 弗洛里安有一辆覆盆紫色的雷诺车 离被卡失踪那天早上 也就是2月18号的早上10点47分 弗洛里安的这辆汽车 开在了A12高速公路上 方向是去往波兰 而弗洛里安之前告诉警方的是 这个点 他正在家里面睡觉呢 2月19号晚上10点39分 路面监控又派到了弗洛里安的这辆车子 开在了A12高速路上 还是朝波兰方向 这两次出门 弗洛里安并没有和警方提起过 弗洛里安是最后一个和 离被卡单独待在家里面的人 他跟警方说的话前后矛盾 还故意隐瞒了这两次出行 公众呢也认同警方的说法 认为弗洛里安嫌疑最大了 但是离被卡的家人 还是一直接受采访 在公众面前为弗洛里安说话 说他们知道弗洛里安的这两次出门 和离被卡的失踪并没有关系 因为弗洛里安的车子颜色很显眼 警方呢就把这些信息公布了出来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线索 有人称在旅被脑附近 看到过弗洛里安的车子 这个地方呢有一片森林 警方猜测 这里就是弗洛里安的刨尸地 于是警方派出了20多个警员 带着警犬 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串汽车轮胎印 警方没有透露这个轮胎印 是不是弗洛里安车子的 除了轮胎印 什么也没有发现了 之后搜索呢就延伸到了 距离这里10.3公里的沃尔奇西湖 但同样是一无所获 警方把这一带的湖泊和树林 都彻底地搜查了一遍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 对弗洛里安的审讯也在进行当中 弗洛里安终于是招了 他这两次出门的原因了 他说 那天早晨他出门呢 其实是去买违禁药品的 发现黎贝卡失踪之后 因为担心家里面的人怀疑 他就第一时间跟家人 说明了这个情况 不跟警方说 是担心被指控买违禁药 第二次深夜出门 是因为他前一次出门 把结婚戒指给弄掉了 他第二次出门呢 是去找结婚戒指的 对于这个理由 警方完全不相信 警方认为 如果他第一次是去买药的 怎么会这么凑巧地 把结婚戒指给弄掉了呢 即使戒指丢了 怎么会到第二天晚上才发现呢 警方认为 他很有可能是在 抛尸的时候丢了戒指 警方检查了弗洛里安的车子 在后备箱里面 发现了几根头发 以及一些绒毛纤维 警方怀疑这是黎贝卡的头发 以及黎贝卡那天带来的 那块毛绒毯子的毛绒纤维 那么到底是不是黎贝卡的呢 警方也迟迟没有公布检测结果 但黎贝卡的父亲出来解释 他说 周日那天黎贝卡和他的小外甥女 在车子里面玩 所以他的头发 很可能就是这样掉在车子上的 而毯子绒毛 有可能是黎贝卡 粘在身上的 有可能是那天 他们玩耍的时候 用到了毯子 这两样东西 即使是黎贝卡的 也不能够说明什么 警方因为没什么证据 只能再一次把弗洛里安释放了 警方这头一门心思地 调查弗洛里安 而黎贝卡的家人 给出了其他的可能性 黎贝卡的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黎贝卡最近在IG上 交了一个网友叫Max 这位Max不在柏林 一直都想跟黎贝卡见面 黎贝卡的朋友呢 也没人认识他 倒是有其中一位朋友 看到过Max和黎贝卡发信息 他看到了Max的照片 Max和他们差不多的年纪 一头深棕色的头发 黎贝卡的母亲说 很可能黎贝卡决定去见Max 他一大早上出门去见他 但是没想到Max是一个人贩子 或者是个坏人 把黎贝卡给绑架了 而且黎贝卡失踪两天之后 警方还没有公布消息 这位Max就已经注销了账号 母亲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信息 告诉给了警方 但是警方根本就没有重视 还是一直调查弗洛里安 警方对此十分的不悦 他们要求黎贝卡的家人 不要再接受采访了 这样只会破坏他们的调查 他们已经调查过Max了 Max已经被排除了嫌疑 警方说他们已经有了证据 可以证明黎贝卡那一天 没有离开家 也就是在家里面被杀害了 而且凶手是一个男人 但是没有说出来是什么证据 因为他们要保护证据 但是警方也没有逮捕弗洛里安 这就有点让公众抓狂了 因为如果弗洛里安是凶手 那么弗洛里安之前被释放了 现在还到处乱蹦打 难免会让人担心自己的安全 警方说他们没有逮捕 指控弗洛里安 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 黎贝卡的尸体 而黎贝卡的家人 还是坚信弗洛里安是无辜的 还陆续放出了 关于黎贝卡的更多细节 黎贝卡的妈妈说 黎贝卡之前精神状态并不好 当时 黎贝卡和学校里面的某几个人 有一些冲突矛盾 黎贝卡好几次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想去学校 黎贝卡失踪之前 一个男同学还把他的帽子扯掉 还抓破了他的脸 这件事情闹到后来 校方叫来了黎贝卡的妈妈 并且让这个男同学停课了一段时间 黎贝卡失踪前和朋友聊天 抱怨说 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思 人的一生呢 好像就是去学校去工作 然后慢慢地变老 黎贝卡说 她觉得没有动力做任何的事 她不想起床 不想出门见朋友 她甚至把朋友请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去聚会 就是为了可以不下床 黎贝卡说 她觉得生活很空虚 别人因为有一个目标 所以在努力生活 从中得到充实感和乐趣 而她呢 并没有这种目标 她唯一感到快乐的时光 就是喝醉了的时候 但是一旦酒醒过来了 这种快乐呢 也就消失了 可以看得出来 黎贝卡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她不快乐 厌倦了在她看起来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会让人怀疑 她是不是真的离家出走了 有没有可能 她那一天一大早起来 去见了Max 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呢 或者她去见了Max 然后被Max绑架了呢 除此之外 也有越来越多的目击者 给警方提供线索 黎贝卡的一个邻居说 她那天早上11点半左右 看到过黎贝卡 走在附近的一条路上 她的手上还拿着一块毯子 邻居朝黎贝卡打了一声招呼 但是黎贝卡看起来很低落 邻居当时还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黎贝卡会拿一块毯子呢 当天地上很潮湿 要出去野餐的话也不太可能 几天之后 邻居看到黎贝卡失踪的消息 就立马打电话报了警 那如果邻居的话是真的话 弗洛里安就可以洗脱嫌疑了 因为10点40分的时候 她还在高速公路上 不可能在11点半赶回家 但是后来 一个气象研究员站出来说 那天的天气很干燥 地上根本就不潮湿 一个女孩说 她当天晚上在公交车站 看见了黎贝卡 这个女孩其实是认识黎贝卡的 和黎贝卡的姐姐 在同一个啦啦队 女孩说 她听到黎贝卡在打电话 黎贝卡说她不上公交车了 但是 黎贝卡在早上7点46分之后 就没有再使用过手机了 警方无视了邻居和女孩的话 警方认为 黎贝卡就是在 杰西卡家里面遇害的 不可能离开家 警方把所有声称 在那天看到了黎贝卡的说法 都成为了阴谋论 关于黎贝卡失踪的原因 除了警方坚信的 弗洛里安谋杀论 黎贝卡妈妈主张的 网友绑架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 粉丝绑架论 黎贝卡失踪那天呢 是2月18日 而这一天 正好是防弹少年团 其中一个成员的生日 这是BTS粉丝的一个 特殊日子 作为传统 粉丝们会在紫色背景前 拍照庆祝 而黎贝卡那天 给朋友发的自拍照里面 她已经穿上了 粉色的纪念卫衣 也许 她一大早上出门 带上了相机和要当作 拍照背景的紫色毯子 出门找合适的地方去拍照了 在路上 她有可能遇到了一个 自称也是BTS粉丝的人 然后被绑架 或者是出现意外了 这个案子在德国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因为德国犯罪率很低 而这起事件里面 一个少女悄无声息地消失 公众看着一个人被逮捕 被释放 又被逮捕 又被释放 反反复复 家人和警方之间 还剑拔弩张等等 而且在德国 一般警方会对案件的调查 很保密 受害者家人 也会因为隐私问题 很少接受采访 或者是发声 像这个案子一样 收到了广泛的报道 和全民的热议 是很少很少的 人们在网上 建了一个寻找 黎贝卡的话题 网友们传播 黎贝卡的照片 探讨她的失踪事件 这起事件 也让人提出 德国需要有一个 失踪人口警报系统 类似于美国的 安破警报 2019年4月16日 警方所有关于 黎贝卡失踪的搜寻 都取消了 不过民间 还有一些搜寻 2020年3月31日 在一些社交网站上 出现了很像是 黎贝卡的照片 但是经过专家鉴定 这张照片 不是黎贝卡 鼻梁不一样 人中的长度也不一样 但还是有人觉得 这个人或许是黎贝卡 有人怀疑 黎贝卡很有可能 被人贩卖去 性交易的场所了 2020年11月 在柏林 发现了一些人体遗骸 事件结果出来之后 显示不是黎贝卡 而是另外一个 失踪的年轻男性 而黎贝卡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被找到 在一个法医的采访当中 他说警方 现在已经掌握了 能够证明 黎贝卡遇害了的证据 而且有指明凶手的证据 只是一直都保密处理 警方不太愿意分享 要保护以后的调查和审判 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如果后续有新的进展 我会同步给大家 最后 我还想讲一下 黎贝卡失踪之前的 心理状态 那种觉得生活空虚 没有目标的状态 可能大部分的人 都是经历过的 我认为这很正常 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人 因为青春期的时候 心里还没有发育成熟 不知道生活的目标 太正常了 随着我们慢慢的成长 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们的心智 也会慢慢的变得成熟 目标也会逐渐清晰 会渐渐知道 自己不喜欢什么 自己想要什么 有的人很幸运 从小就目标明确 并且为那个目标 奋斗终身 有的人可能是大学的时候 确定了自己想要做什么 而也有很多人 可能是毕业很多年 走了一些弯路 才会逐渐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 如果你也处于 这样的状态之中 我觉得不用焦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Time Zoom 做好眼下的事 保持学习 和提高自己就可以了 也不用担心 未来要做的事 和现在不一样 因为请相信 你现在提高的技能 总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帮助到你 最后 欢迎会外语的小伙伴 加入我们为你调查 来兼职做一些 信息搜集和翻译的工作 可以私信 或者是给我发邮件 以下是我的邮箱地址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